好来 承接上一次的区域分析 这次我们来到比客运园区 更便宜的区域 就在更旁边的草踏重化区 那从几个月前到现在 草踏的话题也是相当的热 在这几年交易量其实也还不错 那加上价格还在二字头 所以会有蛮多人稍微考虑一下这边 不过怕你们马上点到站 直接说啦 这里便宜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隔壁的观音工业区 有些人有健康的疑虑 而且真的有人反映 这里的味道有一点点怪怪的 另外还有一些传闻 虽然政府都有出面辟谣了 但是或多或少 还是让人家会有一点点担心 这就看个人了啦 但大家可以选择不要购买 今天只是单纯的分享草踏这个地方 没有其他的意思哟 那能接受这点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不能接受的可以右上角叉叉 但不要按到站哦 拜托各位了 那草踏重画区呢 位在桃园的观音区内 左边是观音市区 右边就是客运园区 上面临近观音工业区 那草踏就是为了配合观音工业区 而开发的区域 主要是提供工业区的就业人员 可以就近来居住哦 而草踏重画区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区域 是由最上方的单元一 逆时针数回来的单元二 最中间的就是草踏原本的生活圈 其中单元四跟单元五都是置办重画区 目前都还没整地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今天就先不介绍咯 那我们可以发现 各个单元其实都有学校用地的划分 如果未来这里住满人的话 应该不用太担心学校的问题 那其中在单元一的下方 有比较大片的在发展区 是还保持原本住户的房子 不过除了单元二 现在比较有人居住外 其他的地方都还比较属于空荡荡的 在生活机能方面啊 绝大部分的生活机能 都集中在大关路上 有许多的餐厅 便利商店 全联包亚等等的 比起隔壁的客运园区 这里在采买上更为的方便 另外是有传出草榻这里要开麦当劳 应该是选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 但目前应该是还没有营业啦 那在工作机会的部分 因为距离观音工业区很近 所以有蛮大一部分的买盘 应该是工业区里的人 那除了观音工业区外 旁边还有陶科二期 未来应该还是会有 更多人口持续进驻的 不过应该也是有一些 看到这里基其低 所以来这边投资资产的人 但比例是多少 这就不确定了 倒是有一些交屋前换约卖掉的 在交通机能上就比较弱了 最主要的交通方式 还是以汽车跟机车为主啦 要上六一快速道路 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大众运输工具 目前也只有公车而已 虽然现在可以通过福山路 广大路 月桃路抵达青浦 但还是有一点点远啦 然后距离航空城计划也有点远 另外有消息指出 这里有可能会有轻轨 串联到客运园区 目前进度是还在规划入网中 可能还要再等上一阵子喔 那在价格的部分 五年前大概这边17万左右啦 那今年大概在26万 涨幅大约46% 早些年都是以透天为主啦 那近期才有一些大楼案的推出 那其实在这里 还有相当多的空地 讲好听点啦 就是还有蛮多的发展空间 然后还有这个很大 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讲难听点的话 就是目前还是有点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啦 不过这里的推案数 算很多 目前就有17个案正在推啦 那因为太多了 我们就选几个啦 然后就比较有特色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以下就是分享而已喔 没有任何推荐的成分在 和发手印 这个案子是位于 单元3 距离工业区有点近 另外周遭还蛮空的 晚上出入可能需要注意安全 不过总价还蛮便宜的喔 多数的房心不到1000万 有预算考量的可以参考看看喔 第二个案子是日日新 这个案子算是位在草踏旧市区的边边啦 对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社区公园 稍微带小孩来放放店是很OK的 但也是因为在市区的边边 所以可能会稍微冷清一点点 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比较安静一点的环境 地保德庄德尊区 这个案子呢 位于草踏国中的后方 小孩上下学可以说非常的方便 那距离草踏热闹的区域也很近 生活机能算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这个建案的价格 以这个区域来说不算很便宜啦 利宏上翠 这个案子呢 位在草踏的单元1 附近的空地还是非常多的 不过它比较靠近草踏热闹的地方 所以至少叫外送算是方便啦 不过这里要到大关路 会通过一条叫做中校路的小路 虽然说可以汇车 但就是有点狭小啦 要小心 合进遇见 这个案子比较靠近观音工业区的大门 如果要去工业区上班 应该蛮方便的 但距离旧市区就有一些些距离 生活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 不过旁边是有邻居的 至少不会显得太孤单 旁边有邻居就已经要感谢了是吗 对 好吧那我们来结论一下吧 OK前面也有提到 这里主要的课程 还是在观音工业区的上班族 如果你是在工业区上班的自租客的话 对你来说是一个离工作地点 相当近的一个重划区喔 但如果你是投资的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除非你入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甜 不然这边的推案量算是蛮大的 加上旁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宿地 从刚才的分享大家应该也感觉得出来啦 那未来竞争对手不会少喔 卖牙也可能会有一点大 那再来就是课程的问题了 刚刚也有提到 这里主要还是工业区上班的人购买的 能否负担这么高额的房价 那就不好说了 这是你如果要投资的话 需要特别再注意的点 好那9月19号央行宣布第二户五成嘛 对不对 那原本在央行实施打房之前有没有 可能有少部分的人会来这边看一看啦 或是选择在这边投资啦 但是央行宣布第二户有没有 就是全国就现代五成之后 五成是最高五成 不是全部一定保证你五成的 没错 对像炒他的这种区域喔 可能就有点危险了啦 尤其是对于投资客跟投机客来说啦 主要有两点啦 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下 第一点 贷款最多五成 杠杆变低 投资效益变得相当差 第二点 因为平均地权条例 预售屋禁止换约 所以只要是买在平均地权条例之后 而且体质不好或是挤不出五成的投资客 有很大的机会可能会断头 不过如果是利用新清安进入的人 就不太会受到影响 毕竟新清安还是可以带到八成和宽限期五年 但是周遭的房价可能会有短暂的震荡 不过如果你是纯粹自住的话 而且对这个区域是真的有兴趣喔 不是跟风喔 是真的有兴趣的话 那当然恭喜你啦 可以来看看啦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最近应该还有蛮多地方 其实也可以看看啦 那如果想要很早进重划区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嘛 对于这种刚开始新兴的重划区 第一批冲进去的人 其实你拿到价格会比较便宜 但是呢 你承受的风险也比较大 那当然比较保险一点点 你是可能等到第二波你再进去啦 承受一点 对对对 但是问题是可能它的价格会上去一点点 但是你的风险相对会低 那我当然比较建议说 在风险低一点点的话 去是比较好一点点 刚刚前面有讲嘛 除非你对这个区域 这个纯粹自住是真的很有兴趣 真的很喜欢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考虑看一看 那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我会觉得 嗯 你要等等 或者说你是自住 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选的这种自住 你没有一定要在这边的话 你也不一定要这么急啦 当然这样讲 有可能会得罪 就是某些人啦 但是没有关系啦 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跟你个人的一个感受啦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去看看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比较满意的价格 或者说评数啦 或是房型啦 我觉得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啦 了解不一定说你马上要买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会有人比你说 再不赶快签约 等一下变得抢走了 不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看 这个时候你去看房 去了解房市 其实对你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因为你有时间慢慢来 OK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房老集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